好 谢谢这个袁兆 来邀请我来做这个实务 民事实务观察站 的这个实务裁判的整理 那我想呢 我很荣幸来跟各位 来梳理最近的 最高法院的一些民事裁判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选几个 比较有延伸性的 我们今天大概有两部分 一部分就是呢 比较是了解 这个最高法院裁判 重要裁判的这个裁判要职 那这个应该就是理解就可以 那有一部分是呢 有一些案例 其实上是蛮有趣的 应该是可以做一些 延伸性的讨论 好 那我们呢 就按照 这个 我们这个 投影上的顺序 那我们先来看这个 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制 1425号判决 那这一号判决 其实写得很好 那是他写得很好 几个意义 第一个 他有原因 国际公约 还有宪法 去论证这个 原住民保留地 的相关法律地位 那我想这是 相当难得的一个裁判 那第二个 他也点出了 我国呢 建民登记的 未来可能的转折方向 就如同各位法学先进 所了解的 我国向来呢 这个建民登记 早期审判实务 从 通谋虚优医师表示 是无效 慢慢走向原则上 建民登记是有效 而且类推适用 民法委任的规定 那 但是呢 如果涉及到 原住民保留地的话 那 最高法院呢 先前有大法庭的裁定 那 在这个最高法院 先前大法庭的裁定 我们可以看一下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之地 1636号裁定 那这一号裁定 他基本上是提到 原住民保留地资 建民登记7月印 违反强行规定 而立于无效 那 这个 最高法院 108年度台上之地 台上大致地 1636号裁定 他的事实 大概趋近于这个 就是呢 非原住民 非原民 以 他预购买呢 原住民 甲的 原住民保留地 建于民属 那 为规避 三坡地保育 利用条例 37条 第二项 等 规定 所以呢 他就呢 这个 非 非属原住民的乙呢 就跟原住民的丙呢 合力 建民 合力成立建民 登记7月 然后呢 以就以丙的名义 跟甲 签订这个原住民保留地的买卖企业 就是说以借丙的名义 向甲去买这个原住民保留地 然后呢 那这个时候乙哦 他要确保说 诶 呃 以付钱给甲 然后呢 乙用丙的名义呢 啊 去登记 然后乙要确保 我付出的钱 可以怎么样 有一定的担保 所以呢 这个乙就要求甲 设定地上权给乙 设定地上权给乙 所以甲就以该地呢 未已设定地上权 那 先设定地上权 然后接下来 再 办理呢 这个 所有权移转登记 诶 所以在这里 你会发现 地上权设定在先 因为 钱 买卖价金是乙付的嘛 所以一定是先设定地上权给乙 然后呢 所有权在 移转给具有 具有民身份的丙 那在这号 这个裁定里面 大法庭的裁定里面 诶 这个最高法案很清楚的说 乙丙之间的建民登记契约 甲丙之间的 这个 原住民保留地的买卖契约 以及呢 甲 未已 设定地上权 这个 物权行为 以及呢 将所有权移转登记给丙 甲 将所有权移转登记 过户就是移转登记 别秉的行为 最高法院说呢 无意实现 非原民义 没有具备原住民身份的义 取得原住民保留地 所有权之效果 所以违反 三开禁止规定 移民法71条 违反法律强制禁止规定 无效 所以在这个 最高法院 这个大法庭的裁定里面 他讲几件事情 这个 建民登记契约 无效 然后 买卖契约 甲丙之间的买卖契约也无效 然后呢 地上权设定 行为也无效 然后呢 甲将呢 这个 授权移转登记 给丙的行为无效 四个法律行为都无效 四个法律行为都无效 那 我们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 原住民 这个保留地的规定 好 我们来看原住民保留地的规定 好 在这里 就是原住民保留地 这个 移转至受让人 以原住民为限 主要 它的规范意志 就是说 受让人 受让人 要以原住民为限 原住民为限 好 那 涉及到 一个 目前在学说上 也是 大家就开始讨论 那在这个case里面 在最高法院 111年度 台上是第1425 判决这个case里面 最高法院 它透过几个方式 它透过几个方式 那第一个 第一个 它提到 这个 在这里 他说 这个 原住民文化权本身 既内涵原住民身份要素 且有集体权特性 因此不具原住民身份 关系者 不能享有原住民族 基本法及相关法规 所赋予之各种利益及地位 那原民地 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保留地 原民地既因 前述目的而设事 乃原住民族文化权之载体 原民地 它承载着原住民文化传承 它是一个载体 非原住民身份者 自无享有对存在原民地上 利用之法律上资格或地位 使资格或地位之限制 自规范目的解释 这个很重要 很有意思 它说 自规范目的解释 当包括对原民地之 使用收益权及实时控制权能在内 这个其实是一个重要的见解 就是说 原住民保留地的受让人 只限于原住民资格 那基本上 这个法案从宪法 从工具公约的角度 一认为 非原住民身份者 无权 自无享有对存在原民地上 的法律上资格地位 好 那这个原民地的受让人 需要原住民资格 这件事情 这个我还要理解 就是说 从这个相关规定 原民地的 保护原住民族的 这个相关规定 规范目的解释 当包括对原民地之 使用收益权及实时控制权能在内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重要的 法律见解 我们可以看一下 好 这一看 原民地 原则上怎么样 移转之受让人 以原住民为限 移转之受让人 以原住民为限 所以 很明显 从这个文字来看的话 它其实是在讲 所有权 可以吧 原民地 所有权的 移转 以原住民为限 可是呢 最高法院 透过规范目的的解释 因为如果 不能 不能受让 所有权 那 非原住民 可以不可以取得 地上权 非原住民 可以不可以取得 抵押权 你听懂我意思吧 就是说 受让所有权 法律说 只有原住民资格 才可以受让所有权 那 我没有原住民资格 我可以不可以取得 地上权 我没有原住民资格 我可以不可以取得 抵押权 可以吧 这个 然后 关于这个问题 你仔细 去留意 最高法院 他的这个 这句话 他说 这个 非原住民 身份者 自无享有 对存在 原民地上利益 之法律上 资格或地位 持资格或地位的限制 之归万目的解释 当包括 对原民地之 实用受益权 及实质控制权能在内 所以 实用受益权能很明显 设定地上权 就不行 然后呢 这个实质控制权 就何所指 就何所指 如果是在 最高法院大法庭的裁定 地上权的设定不行 我会吗 他讲 这个这个 实用受益权 这个是地上权 这个是不行 所以这个 这个是 所以地上权 你要取得地上权 原民地的地上权 也是要有 原住民资格 好 那在最高法院大法庭里面 我们说 基本上 这个是违反 法律 怎么样 这个强制禁止规定 强制禁止规定 好 所以呢 在这个大法庭的裁定里面 借名登记契约 是无效 那原民地 借名 那个 用一个原住民人头去买的这个 原住民保留店 买卖7月也无效 然后地上权设定7月 那地上权的设定的物权行为也无效 这个是最高法院的 这个大法庭的裁定 好 那本件是这个 本件差别是什么 在最高法院大法庭的裁定 是地上权的设定 这是无效 本件是地上权的设定 可以吧 所以你如果仔细对照 各位先进 你会表现 实时控制权 所以你的实时控制权 其实就包括什么 担保权能 把担保权能 可以吧 担保权能 那所以呢 在这个case 在这个本案的case是这样 这个 假呢 它是共有原住民保留地 它是假是共有人之一 假是呢 原住民 它共有原住民保留地 所以它是共有人之一 然后呢 这个同样的剧情 非原住民已呢 用原住民饼 做人头 去向原住民假 买这个原保地 的词份 因为假是共有人之一 所以呢 好 所以第一个也是 先设定抵押权 然后呢 办理呢 持份的过户 持份就应有部分 应有部分 的过户 好 然后呢 办理应有部分的过户 所有权移转登记的时候呢 诶 然后呢 之后 丙 这个原民 这个出名人 因为 以丙之间 非原住民身份的 丙 根据有原住民身份的丙 他们 成立一个 建民登记 以用 丙的人头 去向家 买原民地 好 所以丙 是怎么样 出名人 出名人 然后呢 以是建民人 以丙 成立一个建民登记 企业 好 那那个丙 这个取得 原民地的 这个应有部分 就是持份 之后呢 诶 这个 我们假设 这个原住民 以 实际上 这个土地 是他买的 这个所谓 只是登记在 丙的名下 然后呢 这个非原住民 以 又把 实际上 是他买的 这块土地 卖给 乌 卖给乌 然后呢 这个出卖人 他是非原民 他的 他的 实际上 他买的土地 是登记在丙的名下 好 那跟他买的 这个人 也没有 也没有 原住民 身份 可以吧 但是呢 他先生有 他先生有 原住民身份 这个 乌是 定的太太 我们是把问题 先简化成这样 可以吧 所以这就成为一个 有趣 那你看 乌卖给乌 乌卖给乌 那乌的实际的 他买的 他之前买的地 是登记在丙的名下 可以吧 乌他也没办法受让 他没办法受让 所以他找他 先生 可以吧 好 那这个时候呢 那丙 就 所以 实际上 假设 乌丙之间 有一个 有一个买卖契約 但是这个买卖契約是怎样 是乌丙讲好 实际上也不可能签 对不对 因为你实际上需要找人头 可以吧 所以 乌就用他的人头 丙 然后呢 乌就用他呢 具有原民身份的先生 定 可以吧 去签 然后呢 同样的 这个 丙 也把这个词分 就是应有部分 过乎给定 过乎给定 好 那这个是 现在这个 这个 判决的事实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最高法院的 基本见解 最高法院说 因此 非原民 无论直接 以自己名义 非原住民 无论直接 以自己名义 所以 非原民 如果以自己名义 怎么样 或以借用 原住民 之名义 所为原民地买卖 之债权行为 或原民地 所有权 移转登记 设定负担 之物权行为 设定负担 这里就有一个 这个设定负担呢 这个有可能是 地上权的设定 那也有可能是 抵押权的设定 对吧 设定物权之物权行为 这个就是 以迂回方法 规避上开 有关 这个 原住民族 文化 权保护规定 所禁止之相同 效果之行为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 它是以这个 怎么样 托法行为 托法行为 以民法 其实一条规定 一属无效 所以 这个是托法行为 好 那 我们说呢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 这个 在大法庭的裁定 假释设定地上权 给 非原民 以 那在本件呢 假释设定了地上权 啊 抵押权 给 非原民 以 所以呢 这个 抵押权的设定是无效 然后呢 这个 这个 建民登记契约 也无效 建民登记契约 也无效 然后呢 这个 夹柄之间的 买卖契约 无效 这个 持份 过户 应有部分的 移转 也是无效 也是无效 那 在这里 就会 引申一个 有趣的问题 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个有趣的问题呢 就是 那本件 丁 可以不可以 具有 原住民身份的丁 可以不可以取得 原民地 应有部分的 所有权 因为你如果按照 最高法院的见解 建民登记契约 应该是无效 然后呢 抵押权 设定也无效 然后呢 这个 夹柄之间的 买卖 应该也是无效 然后呢 好 那如果是无效的话呢 我们说 这个 柄 它实际上 并没有 取得 原民保 原住民保留定 细增土地的 应有部分 它没有取得 磁分 它没有取得 磁分 它又把 它的应有部分 让售给定 可以吧 它又把 它的应有部分 让售给定 所以呢 所以 这里就引申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从形式上来看 从形式上来看 这个 很可能是 无权处分 对 因为 丙 它并没有取得 应有部分 之所欲 共有物之 应有部分 然后呢 可是它又把 这个 磁分 应有部分 让售给定 并 移转登基 可以吧 所以 这个 这个处分行为 应该是 无权处分 应该是 无权处分 那这个 这个处分行为 如果是 无权处分的话 那接下来 就要看 这个 云住民 丁 是否 因为这是不动产 是否可以 善意取的 是否是可以 善意取的 那本件 有趣的是 丁是物的人头 丁是物的人头 他太太去买 他太太去买 那他太太去买 他太太是汉人 他太太去买 那丁是不是 善意 这是一个 有趣的问题 可以吧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是第一个 也就是说 当你太太 非不具有原住民身份 去买原住民保留地 用先生的名义 登记在先生的名下 先生有原住民资格 那这个先生 可以善意取的吗 这是一个 好问题 这是一个好问题 可以吧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就是说 在学说上有一个 隐 隐藏的争议 就是说 善意取得 是不是 要以债权行为 有效成立为前提 可以吧 如果 丙丁之间 的买卖契约 丙丁都是原住民 他们的买卖契约 形式上 看 有可能是有效 但是其实 他们都是人头 对不对 那在刚刚甲丙之间 其实最高法院 都认为无效 可以吧 那在丙丁之间 这是一个好问题 所以呢 本件 丁可不可以善意取得 可能有两个 两件事情 可以讨论 第一个 就是 比较实质的征典 应该是 实际的买售人 不具有原住民身份 而实际的买售人 用它 它具有原住民身份的 先生 的名义 受让 细征 这个 应有不分之所有权 那 丁是不是三义取得 这是最 最 最关键的 问题 那第二个 就是呢 还有一个问题 是 可以附带的讨论 就是说 这个 善意取得 需不需要以 债权行为 有效成立为前提 如果从 物权行为的 无人心 独立性而言 似乎不具备 似乎不需要 但是 有趣的是 当 这个 所谓两个人头之间的 买卖契约 是无效的时候 这个时候 你去谈 善意取得的 法律上意义 是什么 这是可以 去思考 可以吧 所以这个 裁判 相当的 有趣 有趣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 裁判里面 他说呢 查 戏增土地为 三包 这个保留地 就原民地 那 甲登记为 戏增土地 共有人后 甲登记为 戏增土地 共有人后 于106年 设定普通抵押权 给 未具有 原住民身份的乙 OK 所以先设定了 普通抵押权给乙 乙没有具有 原住民身份 然后在 107年 11月 以买卖为原 将戏增印有部分 移转登记给丙 移转登记给丙 丙是有 原民身份 那丙在于 109年 1月10号 以买卖为原 将戏增印有部分 移转给丁 丁 我原子人 合法认定了事实 而秉义自成 牺牲土地 是甲兽于乙 因乙不具有 原民身份 故借用 他的 原住民身份 办理登记 乙因呢 怕这个 他还悔 而设定抵押权 所以呢 这个乙呢 怕他们还悔 设定抵押权 所以呢 他跟乙之间 并没有 债权债有关系 这个 乙丙之间没有 债权债有关系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乙丙之间 如果没有 债权债有关系 那这个抵押权设定 应该就 这个抵押权 根本就不成立 可以吧 因为你根本没有债 可以吧 根本没有债 好 这是衍生出来了 好 那 何以 所成 西征土地 是以 夹以 20万元出售给他 有签订买卖契约 他为保障 要求设定 抵押权 价 并没有欠他 1000万元 好 所以这个其实是为了保障 这个乙 为了保障乙 那秉是怎么样 这个 这个债名登基之人 秉是这个出名人 好 那 这个抵押权说 依上开规定 其说明义指 其细争债名买卖行为 细争债名 债名 乙丙之间的债名 买卖行为 夹丙之间的买卖行为 即细争抵押权 应有部分所有权 自己转登基 抵押权 应有部分所有权 这四个 一二三四 这个法律行为 皆属为规避 细争规定的法律行为 依民法71条规定 均属无效 所以 在这词意义上 最高法院的原则上 延续 先前大法庭裁定 这四个法律行为 借名登基 买卖契约 抵押权设定 跟所有权预装 那之前大法庭的裁定 是地上权设定 现在是抵押权设定 这四个都有无效 可以吧 好 然后我们来看 下面 用买卖行为 之 卖方 买方物 你看 乙物 都不是原住民 且该买卖行为 大额 他也承认他是人头 这样 好 与乙并无任何债权 债务关系 则该买卖行为 为另一买售人 丁 究竟如何与另一出卖人 丙 就丁 丁 到底要 如何跟 丙 有 这个 购买 细 增 应有 部分的 意思表示 何之 他们 他们 到底有没有成立买卖契约 到底有没有成立买卖契约 与该 具有原住民身份的丙丁 有成立 细增法律行为 有成立买卖契约 丙 丙 到底有没有 成立 还是他们只是人头 去签名 可以吧 即丁 是否明知 丁 是否明知 丁 丁 是否明知 这个 建名登基的事情 丙 丁是我明知 丙非 细增土地 失职所有人 而由于 已成立 法卖契约 的意思 非常有趣 所以其实 最高法案 其实他点出 丁真的是 善意 丁真的是善意 特别是他 特别是他太太 实际上是 他太太来买 然后呢 用他做人头 那丁真的是善意 丁如果不是善意 丁就没办法善意取得 可以吧 所以这个 这个case其实 相当有趣 所以你会发现 最高法院从右边这个图 现在呢 已经衍生到 左边这个图 那 从地上拳 设定 认为是无效 衍生到 抵押拳设定是无效 这个 这个演变 我觉得是 相当有趣 因为它会涉及到 一些相关问题的讨论 比方说 比方说 我们可以想 地上权设定比较简单 因为你原民地保留 当然你如果 取得原民地保留地的所有权 只能以原住民为限 当然你设定地上权 给非原住民 当然就 就失去原民保留地的意义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可以理解 但是这个抵押权的设定 会比较 比较复杂一点 它为什么 因为它涉及到融资的问题 它涉及到一个严肃的问题 原民地的融资 是不是只能向原住民为止 可以吧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原民地可以不可以设定给 不具原住民身份之人 抵押权 因为抵押权通常是借钱 可以吧 抵押权是借钱 那这个就涉及 民法几个呢 可能需要呢 配套思想的条文 抵押说 抵押说 878条 我们来看一下民法 我们翻一下民法 878条 878条 878条他说 抵押权人于债权清长期届满后 未受清场得定力契约 取得抵押物之所有权 会用拍卖以外之方法 处分抵押物 那878条前段说 抵押权人于债权清长期届满后 未受清场得定力契约 取得抵押物之所有权 所以 假设 假设有一个原民地 比方说我有原民地 我假设我是原住民 假设我是州主 我有原民地 然后呢 我是原住民我要盖民宿 可以吧 我要盖民宿 那就涉及一个问题 我借钱的对象 是不是一定要原住民 概念上不一定 不一定 可是概念上不一定没有错 理论上也可以像 汉人借钱 那可是汉人借钱 我如果钱还不出来的时候 我如果钱还不出来的时候 我原住民 债务人还不出来的时候 878条说 抵押权人于债权清场起届满后 未受清场的电力企业取得抵押物之所有权 我可以不可以行使这一条 878 不具有原住民资格的抵押权人 可不可以主张 你这个是一个 你懂的是吗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可以主张878的话 那就很简单啊 那我就不要设定立上权嘛 对不对 我就呢 有真实的借贷 我真的 我原民地 我一块原民地 我就真的像一个汉人借 可以吧 借钱 那到时候我还不去钱来 他就1878 他可不可以取得原民地的收入权 可以吧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是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地上权的设定比较没有问题 抵押权的设定 他的思考 你懂的是吗 可能 就需要再 斟酌 所以思考上有两种想法 一种就是说 这个 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的话 那是不是 抵押权人 原民地的抵押权人 如果要设定抵押权的话 那抵押权人 必须要具有因素免之格 其实 实际上不太可行 为什么 因为你想也知道 那个 大多数啦 除了私人借贷之外 你大多数融资 其实都是像 银行嘛 可以吧 那银行 怎么会有 原住民资格 对啊 你听我说 那如果到时候 没有还钱的话 那银行一定会 拍卖抵押权物啦 那拍卖抵押权物 又涉及另外一个问题 不过这个问题 可能比较好解释 就是哦 你要去 投标 拍定人 是不是要 原住民身份 你听什么意思 因为你 抵押物拍卖的时候 它 实际上是 法院发给 权力移转证书的时候 所有权就移转 可以吧 并不是 移转登记 在拍卖的情况 是法院发给 权力移转证书的时候 所以 所以接下来 那个 你要 你要去 投标 那个 元宝地 那个 投标人或拍定人 至少拍定人 是不是要原住民资格 你懂我意思 所以它 是这个抵押权设定 的对象 是不是要有原住民资格 这件事情 其实 远生 事情 相当广泛 相当广泛 可以吧 而且你如果仔细想的话 这个 我国目前 873条 之一 第一项 约定于 债权 以借清场起 而未能清场死 抵押物资所有权 已属于抵押权人者 非经登记 不得对抗第三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抵押权的设定 它的问题 复杂许多 因为它涉及到 873条 之一的 留押约款的约定 可不可以约定 留押约款 那 留押约款 那个抵押权人 如果是非原住民身份 它有登记 可不可以 所以 这个问题是一个 最高法院在这里 他认为 就这个case而言 我想没有问题 因为这个case 根本没有 没有这个金钱接待 可以吧 所以这个 就这个case而言 这个抵押权设定 根本就不成立 或无效 这个case 个案而言 没有问题 但是你仔细想 它会涉及 873条之一 第一项 以及 878条前端 可以吧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议题 那最高法院 我们不太确定 最高法院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最高法院只是说 那 这四个法律行为 建民登记 买卖契约 持份过付 抵押权设定都无效 那 最高法院是说 那秉丁真的有买卖契约的合议吗 这样 这样子 点这个 可以吧 他点这个 但是呢 从这个case 我们可以去 去 做上述的讨论 这个是我觉得相当有趣 相当有趣的一个case 好 这是我们 第一个裁判 第一个裁判 那我们来看 这个 第二个裁判 第二个裁判 相对单纯 相对单纯 它涉及到 民法129条 第二款的承认 那我们来看一下 民法129条 我们看一下 民法 129条 129条 第一项 它说消灭时效 因左列室友而中断 第二款 承认 那 这个消灭时效 当然是在讲一件事情 129条的第一项 第二款 其实是在讲 消灭时效 完成前 可以吧 消灭时效 完成前 债务人 所为的承认 会 发生 时效 中断的效率 那 如果发生 时效 中断 那就 时效 会 怎么样 重新 起算 时效 会 我们来看136条第一项 它说 时效应开始 嗯 我们看 那个 137条第一项 137条第一项 时效中断者 至中断 至室友中止时 重新 重新 起算 所以呢 基本上 嗯 时效中断 这个 时效会 重新 起算 那 他在这里 这个 100 最高法案 110年 台上之地 2198号 判决 它涉及的是 时效 完成后 时效 完成后 理论上 债务人 其实是可以为 消灭时效 康备 144条第一项 可以拒绝 给付 可是呢 时效完成后 债务人 又承认 他有债务 那这个时候 就涉及到 近返年 可以吧 因为你 已经时效完成 其实你可以提出 消灭时效 康备 结果呢 时效完成 比方说 消费借贷借钱 超过15年 你本来可以提出 144条第一项 消灭时效 康备 结果超过15年之后 你哦 债务人又承认 债务 那这个时候的承认 意义为何 好 那在最高法案 110年台上之地 2198号判决 这个延续先前 最高法案的判决先例 他说 这个承认乃 债务人向 请求权人 表示任是其 请求权存在之 观念通知而言 除名是之承认外 尚包括 末是之承认在内 此项承认 无需 一一明示其权力 之内容 及范围 已有可推之之 表示行为 机率 一组